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10月12号在石家庄开幕 河北省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吕国新出席论坛 并就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筹备建设情况发表专题演讲 2015年7月北京携手河北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张家口市重理区成为雪上项目主赛场 据吕国新介绍 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筹建中 河北高起点开展规划设计 张家口赛区核心区三个组团中面向全球招标 坚持国际一流水准完成了古阳树场馆群和太子城冰雪小镇规划设计方案 以高铁站奥运村为中心 规划建设太子城冰雪小镇 为赛时提供保障 赛后为地区服务 同时秉承科学先进的理念 编制了综合交通水电器信造灵绿化等规划 四个竞赛场馆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已经全部开工 主体工程将于年底完工 明年五月份均可竣工 如期满足2021年的测试赛的要求 东奥村也将于2022年的五月份竣工 太子城冰雪小镇作为重要的工程配套设施 预计是2020年的九月份 完工 连接北京延庆张立口三个赛区的 京章铁路 重立铁路 延庆高铁等重大交通项目 进展也非常顺利 吕国欣表示 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 河北省出台了 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 制定了冬季运动发展规划 冰雪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到2022年 全省参与冰雪运动人次达到3000万 冰雪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在回答海外华文媒体记者提问时 吕国欣说 张家口赛区所有场馆 均采用绿色建筑三星级评价标准 冬奥会结束后 所有场馆均可持续利用 冬奥会结束以后 我们这几个场馆都做了规划例 云顶公园将作为专业赛事 和大众冰雪运动的推广基地 国家挑战中心 可以满足亚务会等大型合同的开业 开业式的要求 国家运动中心将成为 四季的互败运动作园 国家东连中心将成败 世界顶级的赛事 和作为我们国家队训练推广的基地使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可,不得翻转